这个 这边做的出来 那其实你可以拿这个 这两段程式 再复制贴过来改一下 那改哪些地方 因为其实这个是蓝的位置 你就把它改成I 然后贴的话里面一样 反正有双引号 那就是一样把它改成两个 一样这边只要有2 就把它改成I 然后你会发现如果在执行 这几年就出现了 清除的话就是实际上 其实可以拿上面的复制来改 你有没有就清楚了 那这样你做完之后的话呢 一样可以把这四个 Sub就做出四个按钮 那四个按钮的方法 其实也是一样 插入这个什么的按钮 把旧的先删掉 然后再把它拖拉 那这一个的话呢 就指向我刚刚第一个 门号公式 那我之前讲过了 复制这个名称做什么呢 按确定之后 把这个名称的话 把它再贴上去 这样就有了 OK 然后把它按下去 这样就OK 第二个就清楚 不过如果你 如果再做一个按钮的话 其实它会有个问题 因为之前就有同学 会很care一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其实我们理论上 是会想要做到 一模一样大小的按钮 可是你会发现 应该要把它做出 一模一样大小 其实还蛮有点难度的 有没有 其实我已经很尽力了 但问题这个清楚 复制 然后把它贴上这个名称 但是你会发现 你说我第二次做的按钮 有没有一样大呢 其实看起来是应该一样大 但是有同学就是很敏感 觉得老师不对 下面那个比较小 它比较窄 它比较高 看起来 但有些人不会care这些 可以有的人就是很care 那怎么办 没关系有几个方法 像我的习惯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我要有四个按钮的话 那我就是先做第一个 然后把第一个做完之后 用复制的 然后贴的话就是点下面一下 把它Ctrl V 或者按右键贴上 可是问题按钮名称一样怎么办 没关系 你可以拿这个怎么样 再按右键 它有个指令具体 意思就是说拿这个怎么样 来修改一下就可以 按右键重新指定具体 就是重新再指定另外一个Sub的层次 这样就可以 这样就清楚按一下 有没有 OK 其他 当然如果你还要下一个的话 你就再把它贴 下一个就不是几年次 这几年次就是在指定几年次的公式 然后把它复制 贴的话就直接这样贴 那一样的动作 反正就一直做就做 只是这个可能要做熟练 因为可能要做到很熟练 我想还是要一点时间 然后清除这个把它清掉 做出来的效果 如果你按下去 就会有我们要的这个结果 清除这个几年次 输出这个几年次 有没有 你就可以要怎么输出 就怎么输出 当然未来不是说你要做这么多按钮 你可以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一次全部都跑完了 可不可以 可以 没有问题 只是说我们现在练习 刚开始就是把它分几个出来 OK 把画面先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着把刚刚的部分先做出 有时间再做变化题 就是那个几年次的公式输出 未来其实这个用途还蛮广泛的 很多地方都可以用这种方式 把你之前做过的公式 很快的配合VBA 就会自动清除掉 自动就重新再产生了 但是呢 这边可能会还是 就是马上会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个101那个数字 以后我有可能会增加资料 也有可能会减少资料 那如果资料有增加或减少的话 那怎么办 那是不是说呢 我以后还要到VBA去更改那个101 你已经叫105 那你又把105 那现在又增加110 那110要改 那永远改不完 所以 如果你希望 将来这个101的这个数字 是可以自动变动的话 那其实有一个方法 也有固定的公式 其实我有放云端 你只要用那个公式 放在那个地方 他就会自动去追踪了 反正以后呢 你资料多 他就到那边 资料少 他就变少 OK 那怎么做 我想请各位先试试看 先暂时休息一下 待会儿的话 我们再来讲这个部分 请各位就是 把那个程式部分先 先练习熟练